现在我们再来审视一下我们这个绘制五角星的代码 实际上这个Jourstar这个函数在功能上 它已经能够完全满足我们的需求了 但是呢在软件工程的角度 这个函数承载的功能呢还是太多了 这个主要表现在我们在绘制这个五角星的时候 整个这个路径的绘制的指定 同时把这个五角星的大小 包括位移包括旋转多少度 全部融合在了这个路径的指定上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代码不做更改 这样写呢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假如日后有一天我们对这个star的定义产生了改变 我们突然想画一个四角星 或者突然想画一个六角星 或者我们的五角星呢 干脆是一个小圆圈的时候 那么这段代码改起来呢就比较麻烦了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实施上一个更加标准的做法 是修改一下我们整个函数设计的结构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里我把整个程序的设计结构呢 做了一个小量的修改 那么在接口部分是保持不变的 还是用draw star 不过在这里头呢 我省去了一个参数 因为之后我们绘制的星星呢 是一个标准的星星 我假设它的外缘的半径就是内缘半径的两倍 这样我只用传入一个二的值就够了 那么具体在draw star里我打算呢是这么做 在draw star里我想调用一个新的函数 这个函数呢叫做star path 这个函数的作用呢是绘制一个标准的五角星的路径 什么叫标准的五角星的路径呢 那么就像现在这个函数一样 这个函数里面converse的功能点大家都已经学过了 那么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 对于这个函数 我们只需要传入一个绘图的上下纹环境就好了 这个环境在00的位置 绘制了一个外缘的半径为1 同时没有任何偏移 没有任何旋转的五角星 我把这样的一个五角星呢 称为一个标准的五角星 在draw star里勾汇出了这个标准的五角星的路径之后 再使用其他的方法将这个标准的五角星 的位移变成在xy的位置 大小变成是2这么大 同时呢旋转rotation这个角度 再进行具体的绘制 这样一个设计的结构就可以避免我之前分析的问题 比如说如果以后由于需求的变更 我们的这个五角星要变成一个四角星 六角星八角星 那么只需要把star pass这个函数里面的路径的勾汇相关的代码进行更改就好了 当然这样进行设计还能进行更高级别的服用 比如说star pass这个函数事实上可以以参数的形式传入这个draw star这个函数中 这样一来这个draw star可以叫draw shape 它可以用于绘制任意的图形 用户只需要传入所绘制图形 它的标准路径 传入对这个图形需要变更的位移量 大小量 以及旋转量即可 当然在今天的这个例子里 我们只用于绘制星星 所以这一步更高级别的抽象暂时就不做了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这样设计的一个初衷 那么具体到我们描绘出了一个标准星星的路径之后 又怎么把这个标准的星星的位移 大小和旋转角度进行调整呢 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将要介绍的图形变换的知识了 事实上图形变换是图形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在图形学领域 倾向于对于任何图形的绘制 都采用这种方式来绘制 也就是先绘制它的基本轮廓 之后用图形变换的方式 将它绘制成需求的大小 那么提到图形变换 最基本的图形变换 通常是指这三种操作 分别是位移旋转和缩放 分别是translate rotate和scale 在converse中 相应的三个函数也正是这个三个函数 其中translatexy表示把图像远点位移到xy的位置 rotate degree表示旋转degree这么多的度数 而scale sx sy表示在横向进行sx倍的缩放 在纵向进行sy倍的缩放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代码 这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设置context的feel style是红色的 之后呢 在00这个位置画了一个400400的正方形 那么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现在在这个程序如果我在勾绘路径之前加上一句contact.translate100100 也就是使用图形变换的方式把基坐标从00点顿到了100100 此时下面的这个剧情仍然是在00点绘制 绘制一个400400的正方形 那么绘制出来效果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大家可以看到绘制出来的结果离左上角的00点就有了100100的位置 也就是经过translate以后 整个坐标系进行了变换 此时的圆点处于100100的位置 当我们仍然使用00点绘制的话 却自动的放在了100100这个位置 这个概念听起来非常简单 但是呢却还有一个陷阱 大家必须要注意 下面我们试一下 我们在画完这个400x400的正方形以后 再添加这样一段代码 大家思考一下这样一段代码的运行结果是什么 我们在画这个红色的正方形以后 画一个绿色的正方形 我再调用contact.translate300300 之后画一个00400400的绿色的正方形 大家想一想 这个正方形的左上角 是不是应该在300300的位置呢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程序的运行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 此时这个绿色的正边形在这个位置上 它的右边沿和下边沿 已经触碰到了converse的边框 那么这个converse是800x800的 而这个正方形呢是400x400的 大家可以推算出来 左上角的顶点是在400x400的位置 而不是300x300 这是为什么呢 事实上这是因为在converse的图形变换函数是叠加的 换句话说 当我们绘制这个400x400的绿色正方形的时候 这里面的translate100100和这里面的translate300300同时起了作用 总共使得远点坐标移动到了400400的位置 那么为了避免这个陷阱呢 我们就需要在使用图形变换之后 在反向的操作把图形变换的结果逆转过来 比如说当我们使用了translate100100之后 应该在使用translate-100-100把它调回来 同意这里头也应该这样做一下 那么此时这个程序的结果就和我们预期的一讲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计算一下现在这个绿色的正方形 它的左上角坐标是在300300的位置上 但是这样逆转图形变换的结果实在是太麻烦了 为此converse为我们设计了一个新的接口 这个接口呢 首先应该调用一下contact.save 这个save是指保存当前的图形状态 这些状态包括我们设置的所有状态 自然也包括我们设置的图形变换的状态 在我们完成图形变换并且具体的绘制以后 在最后再调用一次contact.restore restore和save应该是成对出现的 相应的这个restore将返回在save这个节点的时候 converse的所有的状态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持converse绘图状态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在save和restore之间 可以随意的更改converse的状态 而不影响后续的绘制效果 那么同理对于后面的一段代码 大家也可以这样写 在绘制前进行一次save 在最后进行一次restore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的运行效果 大家可以看依然是正常的一个绘制效果 当大家学习了save和restore这两个函数后 我建议当大家绘制一个整体的元素 特别是在其中使用图形变换的操作的时候 都应该先save一下 在最终绘制结束以后restore一下 以保证converse图形绘制状态的正确